国会职呈相关修法的复议案 6月21号将要进到立法院再度表决了 不过此时现在蓝营以及绿营 他们双方通通都动员了民众 来到青岛东路这边要来声援他们 其中不管是包括青鸟又或者是蓝营 在这个6月21号的当天早上 都会来到青岛东路外头 而对此中正一分局警方也希望 在场的民众通通都可以保持安全以及和平 双方不要擦枪走火 对此他们也寄出了相关的政策 要隔开两造的群众 我们来听一下刚刚分局的罪行说法 有关反扩权的公民团体 申请在我们青岛东路跟中山南路 还有包括近南路的部分路段来申请集会 另外声援修法的团体 也在我们青岛东路跟我们林森南路 来申请相关的一个集会 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为了区隔双方支持民众避免相关冲突 也在立法院周边会部署相关的警力 总共部署了500名警力四个分局 来进行相关的安全维护工作 另外我们在立法院周边也会架设相关的主材 来确实区隔双方的群众 我们警方也在这边提醒明天参与的群众部分 如果说你是才参加反扩权的团体 请搭乘捷运从台北车站或是台大医院站 下车之后从中山南路进到活动的现场 如果参加声援修法的团体 请搭乘捷运从山岛市站下车之后 由林森南路进入到集会的现场 我们警方特别也特别呼吁双方参与的群众 明天参与活动时务必保持和平理性 尊重双方表达言论的权利 现场不要有任何激化或挑衅的行为发生 如果说有违法脱续的行为 警方一定会言法来言办 以确保双方集会的和平进行 还有保障参与群众的安全 相交分局长就是说中间是有离开的状况 那互相的集会的民众中间是可以通行的吗 那如果想要从中间通行的话 因为明天的一个群众在青岛东路 东西两侧 东西两侧都有规划相关的一个集会 所以说我们在两兆团体参加集会的现场 我们都有加强我们主裁的一个阻隔 另外针对双方群众的来往 我们会进行过滤 原则上我们会让双方 进行合法行走到他们参加活动一个现场 不会让双方在正江街或在青岛东路 这边会有相遇的状况 尤其场内在这个立委们在表决这个复议案的时候 想必场外的这个群众 也会因为立委们他们投票的当下 因此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 中之一分局警方为了防止双方擦枪走火 要在这边设立这个围栏 禁止双方的民众有过多的互动 最重要的是希望两方的民众都可以快乐地来这边 平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时也可以平安地回家 感谢观看